再來關心正義不斷的高屏大湖開發案 之前環保團體才質疑 這個開發案涉及了炒地皮 而環保署今天上午就舉行了環屏的審查會 而很多的南部農民也專程北上抗議 要求環保署不要一意孤行 因為這個開發案不但會造成當地毛豆產值損失13億元 對於實質的供水量也沒有幫助 環保署高屏大湖 大聲喊著要保護農民 有20幾位農民從屏東大勞園跑上來台北抗議 因為高屏大湖開發案通過與否 就看13號的環屏審查委員會是否放行 反對開發案的環團質疑 即使通過此案對於高屏地區的供水量 也沒有任何幫助 高雄市的漏水率非常的嚴重 大概總共有一天漏掉46到50萬噸這麼多 那政府應該要試著去解決漏水的問題 而不是像是一個敗家子一樣 一邊漏水的問題一方面一直想要開發 高屏大湖約700公頃地處地挖 農民擔心開發後原本就很脆弱的土地 將無法附荷 老農西地是一直嚇 嚇到他第一挖處他就在那裡挖高屏大湖啊 你看第一挖處挖了地下體他自己就會噴上來了 今天高屏大湖絕對有替代 只要各位公務人員願意聽進去 高屏大湖開發案爭議已久 這次的審查是兩岸併程 分別是只開發醫護區或是全面停止開發 出爐後結果勢必將引發各方關注 郵電TV李文浩 吳佩如台北報導